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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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 是因為其實女生 在愛情裡面都會變得 比較不能自拔 會為對方 付出一切會變得 傻傻的 所以我覺得 我很多情歌啊 都是說女生在對男孩子 付出很多很多然後我們孩子 不一定會很真心的對他 或者說是變形的 這種對當然除了 男生女生啦但其實也有 別的很多的故事所以呢 就是說變成一個這樣的主題那 對愛情我們要天真的 去面對那也要懂得 保護自己所以呢就會變成 是一天真沒主題 喔一喔愛 我的舞台 唱出未來 唱出未來 其實在寫舞台的時候啊 是因為公司就是有幫我接 一個那個 主題曲的一個寫的一個 這個樣子的機會 然後呢去寫這個歌的 因為是他這個故事 這個 是內地的一個偶像劇 對 然後他有一個主題歌 就正好是公司就說要選擇來寫 對然後我就想說 本來他故事就是從一個普通人 到一個變成一個歌手的 歌手 變成一個歌手的一個過程 所以呢就是 正好是閒子的經歷 所以呢就把它想像成 我想要去變成歌手的那一段 夢想的一個想法 對舞台的一個 叫什麼 期盼 期待 所以呢就把它變成一首歌 然後就寫下一個 對 謝謝你是因為 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們是一對 他跟他男朋友就 本來就很好 可是他們因為很長時間 就是男生一直覺得很有壓力 終於有一天男生忍不住 要跟女生說 雖然我沒有別的原因 我就是覺得我很愛你 對 只是 我一直覺得我很有壓力 但我 我不想讓你覺得 我是因為不愛你 或是有別的原因而分開 所以女生就 真的是了解到 因為男生還是對得很好 只是 男生的 個人的那個 工作狀態 或者是生活狀態都不好 調整得很不好 所以就變得說 他們中間其實有很多的歌火 那他就跟我說 他們的故事 然後他就覺得 那既然是 和平的分手 那其實他並不恨他 只是覺得很感謝他 給他這麼多回憶 可以陪他走過這麼多的日子 然後告訴我聽 我就覺得很有感觸 我就寫了一首這樣的歌 謝謝 謝謝 最後